就着刚才的这些发言的时间 或者那个计时的钟声 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基本上我见到大家都OK的 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比赛 首先我们有请正方主便 你是有四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开那个声音 接着说声,可以 可以 主席、评判在各位,大家好 近日《全民造星》的成功掀起社会 对于此类型选兽节目的讨论 由千禧年代初 外国American Idol、X Factor等的兴起 创选兽节目的先河 中国的超级女星 和台湾的超级星光大度 则大起亚洲地区的选兽节目 自此同类型的节目就好像 雨后春笋一样 在亚洲地区不断频繁出现 选兽节目这种节目模式 无疑在亚洲甚至在全球产生一股新的热潮 直至近年,选兽节目的模式也绝趋流行 甚至产生一种在选兽节目赢得 就可以出道成为明星的新偶像 养养成文化 而近年选兽节目当中的参赛者和观众 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而青少年指的是16至24岁的年龄组别 因此,今天我方行量变题的准则在于选兽节目 对青少年的心灵健康的影响 第一,规探选兽生活造成巨大压力 选兽节目和一般才艺节目 不同地方在于选兽节目拥有真人实景节目的特点 节目中会利用摄影镜头去捕捉选兽舞台下的每一个画面 只要有参赛者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放置了摄录镜头 将他们在比赛中的经历在大众面前表露无为 而选兽节目往往会为了追求收视 就会放大选兽的失误和台下的负面情绪 更甚者会贬低比赛的参赛者 以吸引观众眼球 参赛者稍有不慎就会受节目组打击 参加Produce X101的前台湾YG练习生黄君豪表示 自己遭到制作单位恶意剪接导致人气下滑 也透露韩国团队因为认为黄君豪韩文不佳 私下对他施压令他曾经产生轻生的念头 选兽节目的剪接手法往往只会增加参加者 在社会上负面的曝光率 另外选兽节目关乎新一代偶像的产生 可以说是全成触目 参加者在节目中的表现会在公众讨论区 和各大社交平台被广泛讨论 更有机会受到公众猛烈评击 就例如《全民造星3》被受关注的选手叶小言 他在台上的表演被网民围攻 更有他很多以前的黑材料被挖出 而台湾大学社工系教授冯彦指出 青少年承受压力的程度相对较弱 而这些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压力 对于心灵发展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都难以承受 远远超出他们年龄应该受到的压力 严重者甚至会抑鬱甚至自杀 可见选受节目的模式 对于青少年参赛者的心理成长 有深远的不良影响 第二,少年虚假希望,妄想一夜成名 选手节目一向标榜全民参与 能够为平民大众创造成名机会 在青少年看来 选手节目画得造就少数人 例如是《全民造星第一季》中的一众MIRROR成员 成功进入大众视野 坊间的成功例子也令更多青少年对成名产生无限幻想 继而参加同类型的节目 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成为偶像 然而一个选手节目云云参赛者当中 只有少数能够真正出道成为艺人 即使最后是成功出道 能够在出道之后持续出现在美光灯之下的 更加少之又少 参赛者很有可能只会在整季节目中出现 或是几分钟 就会从此消失在大众视野 就算成为冠军都很难出名 美国选手节目第16届 American Idol 除了第一季和第4季的冠军 Kelly Clarkson和Carrie Underwood之外 当中其他选手即使成为冠军都难逃值值无名的命运 事实是小部分人的风光背后是更多人的失败 即使有短暂的成功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于2006年胜出American Idol的歌手Taylor Hicks 在赢出比赛之后短短几个月就被唱片公司解药 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会令很多青少年都为了投身这一类节目 而一边兼顾学业一边参与陆制 而内地就一位清华大学生为了参加选手节目 而放弃在大学的学术研究 这些青少年眼看渺茫的圣基 怀着这些假希望最后只会默默无名 而青少年为了成名而冲动参加选手节目 最后也可能只是白白浪费光阴 既不值得也不切实际 最后想问有方台一个问题 在选手节目为了节目效果而不择手段模式下 又如何为青少年带来利处呢? 多谢大家 4分08秒无需扣分 接着来是反方主辩 你也是有4分钟时间 请问有方台听得清不清楚? 好 准备好,请过,可以 可以 主席评判镜头者各位,大家好 听有方台的开辩 其实我深深地怀疑有方台是讲读品的 在一个选手节目搞到青少年 另外有一个自杀的傾系或幻想抑鬱 其实有方和我今天整个逻辑都是以偏概全的 其中一个很个别的选手节目例子 就和我们一足都打了一船人 有方和我今天定义了选手节目 就是等于自杀、击屈、不会出名、有错误的价值观 但其实我方今天看到选手节目 是没有有方和我看到这么负面的 首先选手节目的前身就是 类似古代的选妃子、选武藏元 通过展演才华的平台 过程中众多的参加者是通过淘汰竞争 最终选出一个最后的优胜者 今时今天穿着着媒体的发展 各类的选手节目在世界各地百花齐放 例如最传统的香港小姐、新手歌唱大赛 到早年的全美一丁、中国好声音 再到现在的全民造星、青春有利等等 今天衡量利弊的偏准在于对青少年的影响 处于12至18岁的青少年 最重要的是改进自己、尋索方向以及了解社会 以下我们会以观众和参赛者 两个角度去比较利低 第一,选手节目有助青少年改进自己 作为参赛者 选手节目是一个无纳辣较低的平台 给青少年去展演才华 他们会通过努力练习 期望得到其他人的赏识 近期全民造星三大二 以正乍武器加上乐意歌声获得冠军的赵长城 表示自己以前是个讲一不一的责男 经过比赛之后 他学会了如何跟人们沟通 并且懂得花心思打扮自己 而在网络上被称之为男神 事实上选择节目给了参赛者一个机会 让他们去图不同背景、性格的人去教量 由海选去到淘汰赛 再到大众投票 当中的考验可否坚持不怕苦工 可以脱领而出的 就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开展新的方向 即使失败了 亦可以令到他检视自己的梦想以及能力 再思考如何平衡两者 第二 有助青春年尋硕方向 即使只是观众 选择节目都可以帮到他们 根据网易新闻的调查 有66%的人表示 选择内的节目对自身有正面的影响 因为见到参赛者不论背景 都不断努力 令到观众明白自己都要在所选的方向上 努力、奋斗 而事实上选择节目 往往就带出了 坚毅、勇于尝试、奋斗、创意等等的正面信息 并非有方同学说的这么负面 观众看完之后 不一定会被吸引去参加比赛 但一定会因为节目中看到不同人 不断努力尝试 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而去被啟发思考不同的方面 第三 选择节目有助青少年了解社会 无论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还是在镜头前的参赛者 都可以通过节目交针对社会的认知 因为不少选择节目不单纯是财艺表现 是他们接纳不同背景的参赛者 例如有自闭症、残疾、单车、压或读书不成 他们和评判之间的对话 往往都带出一些社会多元 有助培养公民意识的话题 跟着全美一丁的评判 Franck Hus 就是首位登上时代封面杂志的变性人 他与不同参赛者的对话 就扩阔了青少年的视野 又再掃出一个更加平等多元化的社会 最后试试一下 如果一般的新闻节目去做 其实效果未必会高的 但在这些选秀类节目里面 就试广公培了 谢谢各位 好 就是四分钟刚刚好 好 接着来到本联赛一个特色环节 公辩环节 在网赛情况之下 我们将公辩改为一个台上的发问环节 就是由正方首先向反方主辩提出一个问题 接着由反方自由派出变员向正方主辩提出一个问题 发言时间是一一一 即是一分钟发问 一分钟准备 一分钟回答 每一次发言时间结束前都有叮一响提示 去到发言结束的时候有两声 那我就会即时中止那位变员的发问或者发言 如果大家没有特别问题的话 我现在首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变员 去向反方主辩提问 请你开咪示意 见到应该是正方主辩 好 麻烦 请你准备好讲可以 可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按错 好 有方堂就说这些选手节目 比青少年可以努力学习 然后改进自己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些选手节目的模式 现在有很多选手节目 他们要求选手可能是每一天 去练习11至13个小时 他每一天的休息时间 只会有很少的时间的时候 在这个这么高压的练习方式之下 究竟是不是有方堂所说的青少年 那么适合去改善自己的模式呢 另外有方堂又说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 然后就检视自己的能力 即使失败也不要紧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的选手 例如一个台湾的女歌手 他就是参加了选手节目之后 他短短的几年 他推出不了几首单曲之后 就需要去自杀 他最后堕楼身亡 只有22岁的时候就死的时候 那你见到这些选手节目 对于他们心理的影响 是有这么大的时候 又何来可以检视自己的能力 最后又可以做到寻塑方向等等 好 请停止发问 好 接着有一分钟准备 谢谢大家 好 請反方主便請出來回答 請問聽不聽到的 好 聽到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其實友方剛剛一來就跟我們說了台灣莊靈魂的事件 其實她的自殺原因是否好像友方那樣直線落實 只是因為選手呢? 我們所見是不是的 其實原因是因為她和家人的關係本身不好 而且會對她有家暴 而且她姐姐和她的關係都沒有我們想像之中的那麼好 也都可能和她有過度活躍症的有關 因為友方桃是有時空挫亂到因爲的思想 所以就將她參加過選手節目並且自殺 就好像很邏輯一樣關聯在一起 的確她在選手節目上受到批評 但她在她的社交媒體裏面都表明了 因為這件事發生了自己的不足 而且可惜了進步 正正印證了今天的辯題 多謝各位 好 50秒 接著輪到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向正方主辯提問 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向正方主辯提問 好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其實有方桃口中的講 這個選手節目這麼恐怖 就會有壓力 有錯誤的價值觀 會導致自殺 或者有抑鬱 那應不應該被禁播呢 還是覺得有家長陪同等等 或者搶了雙手什麼都不做 看著這些這麼恐怖的節目 繼續助長 多謝各位 好 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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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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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选秀节目可以了解社会 有些自卑症的人或者单身的人可以了解这件事 但其实有方同学说我们的例子是以偏概全 但这些他们举出来的例子正正是以偏概全的例子 其实现在有不少青少年在发明星梦 觉得想这些选秀节目就可以一夜成命 但其实这和事实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 先讲学业 觉得青少年会网上参加这些选秀节目就可以成为明镜 不惜去方法学业都要参加这些选秀节目 但其实这些选秀节目可以令到他们出道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 可以令他们成为明镜的机会是非常低 但是因为个个都网上可以成为一些透过选秀节目出来的明镜 结果就是有很多青少年不识脱学都要去追梦 想问有方同学 青少年为了所谓的明镜梦不识放弃学业 将一切精力投入去追踪明镜梦上面 又是否值得呢? 去到钱的方面 参作者需要自行支款这些交通 要住宿、服装 甚至是聘请一些武动员的金钱 对于16至20岁的青少年来说 经济历力是非常龐大的 而是对青少年的财政状况非常不健康 所以很多时候青少年要参加这些选秀节目 都要用自己大部分的储蓄甚至是借钱 才可以继续完成这个节目 在《全民造星3》里面的陈伟璇 更加透露自己是用了10万元去玩这个比赛 更加透露他是要向自己的唱片工资借钱 可想而知 选项节目对青少年的财政负担是多么大 以及对他们的财政状况是绝对非常不理想的 去到心理方面 在一个这么大压力和这么多参赛者的选秀节目里面 对于这些青少年心理上的伤害会有多大呢 对于为了节目效果而成造出来的防大压力 青少年究竟能否承受到这种压力呢 而参加超级星光大度的余温就说 选项节目的压力非常之大 因为他们做什么都要被人拍住 他甚至说会担心酒店都会有这个摄录机 一切行踪 一脚一动都会被人记录 暮时暮刻都会感到非常大压力 好了,想问有芬同学 选项节目这么高压的环境之下 会不会令到他们崩溃甚至有极大的心理阴影 不惜一切追逐明星的梦 是否对他们的心心发展真的有利呢? 多谢各位 好,2分50秒 接下来有请反方第一副别 你同样是有三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是,可以 评判在座角,各位大家好 刚刚我们方主面问有芬的问题 有芬是承认了其实是不需要禁锁 有芬同学说监管也可以,不需要禁锁 即是选项节目的闭嘱 并不是严重到要以禁锁去解决 但是有芬同学所说的监管究竟是怎么进行 这些监管是否真的有效呢? 如果这些这么大的闭嘱 好像有芬同学说得这么严重 其实监管是真的没用的 所以我很希望有芬同学可以很具体地说出 是如何进行监管的 有芬同学刚刚有提到 这些选秀节目很少播出一些参赛者 对于他们的努力 只会可能几分钟、十秒去交代 其实有芬同学根本就是直线浪辑 认为出镜时间少就等于抹杀了他们的努力 其实选秀节目是一个平台 令到观众可以认识参赛者 我们也要明白选秀的节目时间有限 所以有很多都会在其他平台 例如YouTube等等 发布花水或者其他的影片 令到观众可以看到更加多 关于参赛者的片段 那又是否抹杀了他们的努力 而有芬同学也提到 会有错误价值观 会令到他们觉得可以不勞而获一夜成明 但其实青少年是否还处于儿童期 只是懂得去没有批判性思考 觉得人家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 有方同学说只会看到一炮而红 只是看到成功那一炮 但其实节目内容 还包括了参赛练习生的日常 团体互动从一到零的过程 令观众都可以看着他们慢慢成长 他们名气是用自己的努力堆砌出来 难道这样也是属于一炮而红 而有方同学说会允许去参加选秀节目 而方废学业 其实未成年的人士 是要根据香港法例去参加这些选举 他们参加这些节目的时候 是要家长同意 当青少年方废学业的时候 一些家长都不会容许他们去参加 而且以《全民造星2》的理智关为例子 他一边是演练学院读书 一边工作或者参加这个比赛 他说可以训练出他的多角度思考 有助于他理解不同范畴的专业知识 所以不是所有的参赛者 都会为了节目而荒废学业 更加会努力学习 成为一个各方面都成功的人 而在《全民一丁》的舞台上 有一个失明兼自闭的 22岁加州青年Cody Lee 以他妈妈带上舞台的钢琴 自弹自唱 全场起立会长兼眼熟 以他的例子鼓励青少年追梦 也提醒他们要改进自己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令他们更了解这个社会 明白到就算一个人有残疾 他都会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希望青少年可以找到自己的优点 最后宏观点看 有方同学说的闭嘱 是否每个节目都有出现 是否每一个选秀节目的每一集都有问题 还是有方同学手中拿着一个放大镜 还是放大了这一小部分的闭嘱 而发达了其的大部分好处呢 所以选秀节目对于青少年来说 根本就是 是费多于你 根本就是以天概全 多谢 3分08秒 接着来是正方第二副件 准备好请说可宜 准备好请说可宜 正方二副 我现在听口说 可以是吗 是 有方正国就今天跟我们说 其实我们只要 其实有这个闭嘱很少 但其实利处有很多 令到我们忽略了很多的利处 但其实我们这一方 我们认为只要有一个闭嘱 就足以令到我们需要去平补 或者去监管 而我认为我们监管 即是他问了我们 我们怎样监管 我就觉得我们监管 就是去次来的造成 而这个次来的造成 就是这些 就会监管这些选秀节目 就可能譬如他们对这个练习生 他们训练的时间 可能要似一个限制 就是几多个准备一日 或者几多个准备一个星期 而且我们认为这样做 能够令到这些青少年 得到保障 他们不会受到太大的压力 那我再 我们认为这个有方同学 做了几大谋物 首先就是他们觉得 这个选秀节目 会令到这些青少年 能够改进自己的预压力 就举了这个赵长成的例子 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其实很可能 只有少数人 而且他们其实练习是会太高压 而且因为他们会希望越大 而收获越大 因为他们一直在那里付出很多 然后去到最后 他们不会得到那么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因为这样 而失去信心 对自己 其实他们不会改进自己 反而因为会受到其他人的打击 而令到自己去变得更加不信心 而且他们也跟我们说了 这个选秀节目 会令到青少年有创意 亦都会启发这些观众 去有这个创意 但其实我们认为 都有其他渠道能够更有效 这样启发到他们的创意 亦都可以培养到他们 不同的一些好处 就是我们认为 这些观众 其实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这种选择节目需要的创意 而且就算是为了创意 我们也都不认为 就算是为了这个看法 或者就算为了这些理说 而不在乎人动问题 就是看着这些参加选秀节目的人 去受负 他们各个压力大到爆煲 而崩溃 最后甚至会轻生自杀 而且我们认为 有关同学都提到YouTube 有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选秀节目 可以直接被YouTube取代 既然YouTube是这么有效 有关同学都同意了 这些选秀节目是没有时间 而这些选秀的参赛者 他们是可以上传这些影片 可以上传这些影片 去YouTube的时候 我们认为都可以 就是我们认为 这些选秀节目 他们如果不够时间 我们认为 亦都有这个方法 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 比如YouTube 或者Instagram 他们都可以宣传自己 而且他们也跟我们说了 这个选秀节目 令他们更加了解社会 而且更加人 更加不同人 有不同背景 但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 比如残障人士 这个简直是以天台船 我想问 你现在打开电视 日本或者韩国的选秀节目 你究竟见到有多少个是残障人士 可能零个 就算没有 我们认为就算真的有 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因为通常这些残障人士 或者真的有问题的少数人 其实他们不同背景 只会被观众排斥 而我们认为 这个是会给到 这些青少年更加错误的讯息 就是其实这些人多元化 就会被人平击 而令他们更加保守 就是因为以上原因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今天 应该是正康成出这个比赛 3分13秒 接下来有请反方第二负面 请问大家听不听 好听到的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主席 评判有方同学 正在各位 大家好 其实有方同学 现在真本就是一个字 害怕 那只害怕 还要是几人幼天那只 是一个缺点 明明是不普遍 没有提出证据 没有提出自杀率 究竟有多少的时候 造成的后果 未必一定那么严重的前提 就是在害怕 害怕到完全抹杀 清线来追梦的机会 一个害怕还要不够 还有三个害怕 第一个怕是怕网络公审 觉得网民会对其他人平头稳足 但其实选手上这些节目 就是想被人讨论 这些讨论到 反而就是选手想要的 从而他们在这些批评之中 吸收和进步自己 并且有方和我今天 今场实在说在自杀自杀 但其实根本没有提出自杀的 法分析是多少 这些自杀的国案 究竟又是不是普遍 还是只是一些极端的国案 并且有方根本现在是直线逻辑 觉得他参加选手 他自杀 所以是选手导致他自杀 并且有方同学根本没有提出 过激的言论是否占多数 是不是这些选手 大部分的选手 普遍的选手 听到这些编激的言论 就会有致命性的影响 的确他们可能一时三刻 会不开心 但他们反而会因为这些批评而成长 就好像《全文造星2》其中一个选手 有波济感 他收到过不少批评 他也承认过自己情绪曾经陷入低谷 但最后他因此而吸收而进步 还有有关同学 现在根本就是反明星化 反娱乐化 因为就算没有选手节目 那些明星的公众行为 是必定会被大家放大 这个是相利刃的事 当他们的行为被大家注视的时候 青少年反而会更加小心去做其他事情 变得三思而厚恒 他们会变得更加謹慎而成熟 那这个是否真是一个缺点呢 还有第二个害怕 害怕这个不良的追星风气 就说因为选手放大了 这些明星的私生活 所以选手节目的选手的私生活 所以才导致这个不良的追星风气 但其实是否本身这些不良追星的人的习惯 或者本身是他们的价值观错误呢 有关同学是否真的调乱了追星和选手节目呢 不是个个看了选手节目都会追星 更加不是个个追星的 都会有这个不良的追星风气 就算现在追星风气不好 也并不代表它是由选手节目导致的 还有有关同学现在是什么 大明星不禁 觉得大明星被人审视 被人找到家里的不重要 反而要禁一些选手 明明未红和分拥未红的选手都要禁 还是有关同学根本想禁了整个娱乐圈 还是非明星化呢 第三个害怕黑幕不公 害怕恶意剪接 但其实根本是含血喷人 以偏破全 有关同学只是举到单一的例子 但其实香港、台湾、美国 是不是大部分都有黑幕 有这些不公呢 娱乐头条所说的参赛者有后台 甚至恶意剪接那些 是否只是为了吸引观众去看呢 究竟有多少证据确凿的事 意见呢 还是只不过是娱乐头条 为了观众关注而炒作的新闻呢 多谢各位 好 3分28秒需要扣分 是扣15分 是吧 我猜 应该 大家是听到钟声的 是吧 亦都有提示 我有准复提示的 是自己没有留意的 是需要每位评估一下 不需要打符号的 在分子里直接打上15分就可以了 是吧 是吧 那个扣分那一格 是吧 好 接着下来是台下发问的环节 台下发问的环节 有方同学今天不停选手节目是可以给到有不同缺陷的青年去进展他们的所长 但事实今天重点你的节目都是标榜来用这个缺陷制作话题的时候 那样又是否符合这个公义呢 至于是你今天是不停地提他们的缺陷而不是去讲他们的成就 你想正面包装但你控制不了那些网民是可以讲到多么不堪 请问你 你都知道那班这些有缺陷的青年 他们都需要这些额外的保护保障等等 请问你怎样平行这一个话题性和保障这些有缺陷的青年呢 请问我提正面回答 好 有一分钟准备 我想感谢大家 好,准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派出一位边缘回答 请问听不听得到? 好,大声少少好点 听不清楚 好,现在OK 好,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小姐,评判,再来个同学,大家好 有个同学都承认了 其实这个选手节目并不是有坏处 他只是担心他控制不了一些人的说法 当然,节目的名气是会令到参赛者受讨论的程度增加 其实让他知道一些对他不好的言论 其实都可以吸收到不同人对他的想法 让他知道自己的缺点从而进步 因为网络世界本身上已经有一些这样的言论存在 所以我们更加要入手 去平衡这些不好的言论和好的言论 而不是执着于选手节目 多谢 好,接下来轮到正方台下发问 不好意思,应该不是反方吗? 应该是反方,反方台下发问 有个同学 有个同学 有个同学今天全场和我们输出了两个观点 第一就是一件事物的其中一个缺点 就是足以让我们忽视他的所有优点 第二就是我们选手节目里面曾经闹出过 所谓庄宁云的例子 我出过人命 所以我们选手节目就弊大于理 我又想反问有个同学 我们去年香港有19个人在行山时失足导致死亡 请问行山是不是弊大于理呢? 多谢各位 好,接下来有一分钟准备 下来一分钟准备 你先說了可以的計算 對 可以 有一方今天和我們說選擇節目令到一些人自殺 我們還要應該去參加選擇 大家看到是produce X101的皇君號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這個選擇節目批准他們太多的努力 太多的壓力 然後導致他們有這個興奮的念頭 而這個台灣的教授也指出青少年是沒有這個能力 去承受這些對他們的過多的壓力 所以我方認為這些絕對不是以偏概全 而放大鏡利 放大一個小問題 而要批評整個選擇節目 是一個選擇節目本身 整個節目就已經有這個選擇公司 給予這個連責商過大壓力的問題 所以我方認為選擇節目對青少年的發展是廢大於你 好 接下來輪到正方第二條台下發文 準備好請黨可以 可以 首先回應剛才有方和我答我們的台下發文 有方和我說可以透過一些網民的言論 去知道自己的缺陷 問題是他現在本身就是一些有缺陷的人 他本身就是一些殘障的人士 讓他知道自己的殘障 這樣是不是比較冷血呢 有方和我 然後根據僱傭條例 如果你年滿十五歲 但未滿十八歲 這樣才是符合我們今天便利所討論的青少年這個範圍 而事實上根據這個僱傭條例之下的 僱傭青年工業規例 青少年每日最高工作時數是八小時 每星期四十八小時 每星期最多只可以工作六天 而且不可以超時工作 工業時間是要每日的上七點至下七點 請問這些選擇節目怎樣合規格呢 是不是我僱傭就可以整天出鏡 然後我青少年未成年 我就不可以和他一個公平的試圖 不可以和他一起出鏡 好 發言時間結束 好 接下來是反方回答準備時間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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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好 准备时间结束 好 准备好 请说可以 可以 主席评判有关同学 大家好 好 首先谢谢有方同学问题 但有方同学现在说有缺陷的人就不应该站上舞台 因为这样大家就会被批评他 如果现在是我方承认刚刚我说话超左时有问题有缺陷 但我应该接纳批评 而不是因为我缺陷我已经说了一次超时 所以我就以后不辨论是否这样的逻辑呢 第二 而且有方在说青少年和成年人工作时间不公平 但其实根据世卫标准 世卫标准青少年是12至18岁 他们根本不会受到 这个背容条例之下的保护 而今天的变台讨论关于青少年 而不是关于大人参加选收节目 并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造成费多于利 多谢各位 好 谢谢 论到反方第二条台下 好 不好意思 我先摸了一些声音 可以 今天反方同学在回答我方主辩的问题 当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反方案 他跟我们说我们要设立组织去监管这个节目 以及对青少年身心上有适当的限制 我们看到有方同学其实已经承认了我方变态 他证明了 现在有方提出的弊切全部都不是致命性 而且是可解决 甚至乎自己举出了韩国已经有实行的这个例子 那是否证明有方同学已经赞同了我方的立场 如果不是有方同学是否指伤矛盾呢 一分钟准备 接下来 感谢观看 准备好请再说一次 可以 今天有方陀在问我们 应不应该取消选秀节目 但我们今天说的就是 现在现行选秀节目的制度有问题 他们的练习时数过场 他们会在一些镜头里面 特意加上一些去攻击选手的字眼 例如《全民造星》每一个人出来表演之前 他都会去插露一些网络上的评语 去跟他们说缺点 而有方陀又说 这些选手是去见到一些言论 就可以改善自己 今天如果我跟你说 你很肥的 你很肥的 好像网络欺凌你 那你是不是会认清到自己 很肥然后去减肥呢 那不是你的心灵是会受损的 问题就是现在这些节目是放大他们的缺点 令到你是觉得自己的坏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你做的事不是改善 而是你会感到伤心 那为什么今天有方陀还要觉得 这个选秀节目是没有问题的 多谢大家 好 接下来是一分钟双方结辨的准备时间 开始介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比赛来到这里 来到最后听到很多的节目 不知道大家本身其实喜欢不喜欢看呢 其实我们讨厌了这么久这些东西 究竟背后在讨论什么呢 就是我来尝试为大家鼓励出三点分歧 首先是对选手节目的看法 一方和我全场都很尊重于说很多选手节目中有问题的例子 说到选手节目好像很一文不值 选手大多数都有问题 不值得我们学习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都看到大部分的选手都从节目中去学习 作为观众的我们都看到他们在急促的成长 对青少年来说 他们带给我们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不知道有方又能不能看到呢 而当我们问到有方是不是因为个别例子 就这么多 你们都说到只要加上色档的金管就可以了 但其实这样都已经反映出 有方觉得有关例子 其实不是真的这么致命 对于观众来说 都不是造成一个很不可理转的影响 而第二 我们怎么看成败这个观念 有方说到参加选手节目的选手 其实很少数都出道 都算出道也很难出名 但是说到好像是参赛就一定会被淘汰 会失败 但我方看到其实并不是这样 没错 每集节目其实都有人被淘汰 但其实大家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节目就是一个平台 他们演示自己的梦想和能力 之后再平衡两者 就以美国的厨神当道为例 一位选手的选手叫做和海志 最后都前程成为了厨师 以及做了亲人绝幕的主持人和广师 这些就证明了 其实选手都不会因此真的消失和浪费了光阴 而反而有方这种 就以成功才是成功的思想 才对青少年来说是最贵大于利 第三 是说到对青少年的影响 有方说到现在青少年很远的 是受不住网络的暴力 但有幅庞都没有给我们证明 选手节目是被其他节目的选手 更加容易被施压 即证明无论是何时何地 其实我们都可能会被施压 不单只限制于选手节目 而有部提到的 这个庄灵魂的一个事件 其实也都反映出 其实背后的原因有很多种的 不单只限制于施压 可能有家庭等于原因 根本上其实是造成不了很大的影响 而其实网络欺凌这些的主要原因 是社交网络 根本就不是选手节目的问题 有方的纸逻辑是说 有人因为选手节目被施压 就等于选手节目 其实有问题 事问于一个大学生 读书压力大致辞 那是否代表读书这件事情 就是废大于你不应该读书呢 这个又是否牵扯人道问题呢 实际上也都见到有很多参加者 面对负贫 都是积极地改善自己 这些有观看又是否看到呢 对方又怎样称轻重呢 那最后 今天我们讨论选手节目 大家都明白 不是什么以后经轻动自己的节目 看完大家都是想轻松一下笑一下 但是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看 而且愈怕愈多 变化出不同的内容呢 无他 不同自我内容 其实都包含了参赛者 为了理想振作的故事 观众看的时候 都一想在程度上 投写回自己的经历 成年人会想回自己 当年为梦想浪迫缺悍的影子 而青少年 都会羡慕参赛者 勇俯中国为了理性的故事 将青春这个巨大 是嘉年华健康出独一模拟的色彩 多谢各位 好 4分08秒 今天有请最后一位 发言的面员 就是正方的欠编同学 准备好 请讲 可以 可以 自古成功靠苦干 一分耕云一分收获 青少年正值年华 努力奋斗迈向成功的黄金时间 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 而成功的例子 如马云 如李嘉诚 比比皆是 相反通过所谓的选受节目 而有个人发展的例子 又有多少个呢 主席评判 在21世纪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 青少年难免受到一些奉无伦角的 通过选受而展露头角的黎智影响 幻想自己都有中一日 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员 但我们看到的是 在个卖人参加的选受节目 真正能够在舞台上展现自我 又能够被节目组展出 最后播出的最终节目的参赛者 可谓寥寥可数 但作为观众 青少年只会有虚无缥缈的幻想 而不会想到节目背后的大量压力 明针暗斗 单纯的青少年只会看到表面的风光 青少年的无知 就会令到他们陷入无穷无障的幻想 而忘记他们真正应该追求的 真真正正的梦想 你可能会问 如果青少年立志成为一个歌手舞者 他们不是正正应该参加这些选受节目 获取曝光律得到知名度吗? 但我方看到的是 选受节目只能给予青少年甚少曝光律 而青少年付出的是他们珍贵无价的光阴 如果青少年想向大众展示自己的才能 YouTube绝对一个比选受节目更好的平台 加拿大乐坛巨星The Weekend 正正在YouTube上发布自己的作品 逐渐获得知名度 而收到这个唱片公司的青睞 最终发展成为今天国际知名的巨星 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偶像练习生 又或者韩国的Produce 101 都出现了明显的偏心情况 这种情况甚至在英国的X Factor都十分常见 所以青少年为什么不选择 类似YouTube这些公平公正公开的网上平台呢? 青少年除了虚耗他们宝贵的时间外 还要受到四方百年而来 此起彼落 无中生有的恶意批评 尤其是有方主辩讲到的残疾人 选受节目本质上是一个向青少年施予过高压力的节目 而青少年只是人生漫漫长路的起跑点 根本无能力 亦都不应该受到如此高压 大家试想一下 青少年在选受节目中努力练习 但作为观众只会平投轮足 认为青少年外貌不够吸引 身材不够表切或建设 甚至就像有安堂所说的残疾人 就不要参加选受节目 有方同学今天跟我们说 参加选受节目 受到各方的点评 可以改进自己得到赏 增强这个抗压能力 但王君浩的例子就证明了 青少年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去承受 令他们透不过去压力 而他们最终只会有一个轻生的念头 主席、评判 青少年就好像一个压压常证的艳阳 他们本应八光八亮 但只是因为有一颗纯真无邪的心 令他们受到所谓的选受节目蒙骗 而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随着科技发展 有更多的网络平台 可以让青少年展露锋芒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为什么还要鼓励青少年参加选受 令他们会在假希望的世界 由常常被人中伤呢 多谢大家 好 3分24秒 好了 经过紧张刺激的一轮比赛之后 现在我们都会直接进入计分 我们由三位评判给评语 我现在首先等三位评判都填好分子 麻烦三位评判提大家 整体合作那里要填 另外就是街变评分 选出三位你觉得今天综合他全场最好的 选出三个 你可以看他答问题 或者在其他和队友沟通方面 那些方面都可以 总之就给最好的三十 第二名的二十 第三名的十分 至于另外五位辩元是无需给分的 那我等三位评判都给好分子 那我会下载一些分子 来 email 回给他们 那请三位评判OK回我 就行了 而同一时间 因为都想测试时间 那我一直都会邀请评判 逐一去给一下评语 好 那我见到其中一位评判 请你看一下分子 你给了打和的 那我们赛规不容许打和的 所以其中一位评判你看看 其中一面 我估计你看一下 譬如用合作分也好 在沟通分连贯分 还是其中一位辩元 你加他分或者减他分 我们都希望 要分出胜判 谢谢 好 我见三位评判好 分数比好了 差最佳辩论员 我请大家 好 好 好 那就应该给好分了 那我现在一边 我会下载一些分子 作实 然后请评判 我在电邮里回覆我 同一时间 不如刚才就是 我跟评判那个 由上至下 这样的 我现在不如根据评判名单 我由下至上 轮流先说 好吗 所以我跟评判名单 由第三位开始 应该就是 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 陈彦恒小姐 谢谢你 好 听到吗 是 听到 是 好 那我首先 先说一下 双方的主线上面 是否有点疼 OK 我在这边听得清楚 其他评判或者其他评判 好 好 好 接着我先说一下主线 我觉得双方主线上面 都是正路的 有说到 如何定义清智年 如何去心灵神的发展 如何都好 在主线上面 但是我会觉得的就是 政方在主线立论上面的时候 有些位置可以 就是 表心一点 例如可能你说到 第一个位置 就是因为 他们打击了 就是受到打击 然后自杀 那我觉得一听的时候 一开始 没问题 好像有很多 欺负性 但是到后期 再不曾去演绎的时候 我有点就会想的就是 其实是 清除完自己的选择 去参加这个项目的 就是我想的就是 你每一个游戏 都有它的游戏的制度在那里 例如譬如说 我玩得公开市 我就是预认了 就是要一次定乘 如果你不想的 那你可能去外国读书 或者可能你考其他的 不同的东西 就是我会想的就是 这个选择节目 它讨论的东西 就是对清除人说 利大于贵地 弊大于你 但是如果既然他自己选择 去行这个的时候 你说到说 他们太高压 不适合他们去参加 究竟是你自己这样说 还是其实他们都觉得 不适合 还是怎样呢 我会觉得这点是 我会有些少许疑的地方 就是好像 我觉得 感觉上就是 好像辩论比赛那样 好像今场辩论比赛 可能都要填评判明冊 那可能他有些 就是填评判明冊的时候 都会写到 会不会有些什么 特别的选择 就是你玩得这个游戏 其实是不是 就要尊重这个规矩呢 还是真的选择节目带来的呢 那我觉得这点是 就是政方可以再多些 去解释的地方 接着我觉得 去到政方之后 回应上面呢 两个回应 就是一二负的回应 我觉得感觉上 都是比较累近的 因为你们去不停去说 就是说很高压 11至13个小时 然后很辛苦 然后又说 都要借钱去完成 那我就会想的就是 其实 所以就是 我是反方的话 我第一时间想的就是 既然你说得这么辛苦 但是为什么这些青年人 仍然会为了想去追梦 而愿意去给这一笔钱 然后这样去做呢 就是比如说你说 陈伟璇的那个例子 但是他有没有表达过 他很后悔这样做过这件事呢 如果他没有的时候 那其实这件事 其实是不是有些 叫做就是 其实他也是愿意去这样做的呢 那我觉得 可以去说一下就是 究竟 为什么这个高压 对青年人不好 就是究竟你觉得他不好 还是其实 青年自己都觉得不好 我觉得 这一点可能是政方 今天要尝试 都是 除了理论上面 我觉得很紮实的了 但是 在青年的心理上面 会不会多说一些 究竟他们是不是真的 都是这样看 还是只不过是 你将一套 想法 或者一套的标准 加在他们身上 那我觉得这一点 是可能 政方要 去考虑的地方 接着去到 一二赴 有些位置 其实有些位置 不是很明白的 就是 因为去到中段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 有没有相同的感觉 就是 我会突然看到 一两眼的变题 就是好像感觉上 政方突然讲了很多 规本的东西 那我就想了 说规本 这些不是应该是 反方说 就是说 因为弊打于你 应该是说 反方应该是说 其实已经有规本 但是我见政方 好像都花了颇多不默 可能 就是我看到台下法文 有说到 然后甚至 一赴的时候 直接开始 头三十秒 都是说这一件事情 那我就会想到 究竟是 就是他想表达的 就是你说监管的 那个用意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 可能这些事情 要解释得清楚 就是可能我不是听得太清楚 所以就 以至到监管的位置 我见到 怡富都继续是有说的 那我就有点 不是很明白 然后去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 截便 就去说 就说 其实呢 选秀节目 不应该是唯一的途径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应该是想说的主族 但可能是去到 二负 尾的尾部分 甚至乎 刚才说 他可以用YouTube 可以怎么样 那 同样地 都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 那是不是YouTube 就没有批评了呢 是不是YouTube 就没有你所说的 那些压力很大的问题呢 那其实YouTube 都可以是 一夜成明的 就是两下他突然间錄了一首歌 他就爆红了 或者是 他拍了一条 我当是红仔头的影片 那个女生就爆红了 那但是可能之后 他都没有什么任何影视作品 都没有什么被人关注 那些 就是我觉得 这个位置之下 你不停去攻击别人 是孤例啊 个别例子啊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跟别人 可能自己都有相同的情况 就是可能有机会 已经去全身支付 可能你提出的情况 都有机会 从你的论点有少少少 未必那么 相乎 那我会觉得这一点是可能 就是正方需要解释 多一些的地方 那至于反方上面呢 我觉得反方呢 都是欣赏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但是我就会略嫌就是 社会认知那个位置呢 我觉得这个方向呢 是挺新鸣的 就是因为我也在想 我参加选受节目 那关社会议题是什么事呢 就是你 我听到你的推论呢 就是说变性人 怎样跟其他人 就是因为参加选受节目 即使是一个变性人都好 都可以打破大家 对于社会的整形 去交流 那我这个论点是挺新鸣的 但是我会觉得有些可惜的地方 就是后场都好像比较少 再有去连贯 就是可能去到 是的 这次就是连贯了 是吧 大家应该跟一下 应该陈小姐 应该连贯了她那个 币机可能 好 那我估 我估 时间关系我再联络一下 陈小姐可能她那边币机也在连贯了 第一 评估那边请三位 评估那边回覆我 OK 那这次序我猜请王sir 可不可以 拔萃女书院王老师 谢谢 大家好 很感谢大家 有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 让我看到 我就整体评论一下大家的表现 我觉得正方 拔萃男书院 他真的很值得欣赏的地方 就是他很擅长于攻击 看起来对方说任何的论点 无论你有没有准备 你都会很认真去回复她 所以无论是他问你是否要禁报 还是他跟你说可以培养创意 甚至是在个人特质上有所改进 那你都是会很全面地去回答她 那我觉得好处都很明显 但是都可以说一下缺点 就是那个改革的方式 那个改善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正方的那个条线 好像接近是抛弃了那样的 因为当你在第一个 因为全你整对的最多例子 其实就是主变 然后一副和二副 就是一个例子都没有 有都是撤例 而去到结变的时候 又再用皇军号例子 如果以例子的比例来说 就未必说是很多 然后在那个 在正方的时候 其实又讲过恶意剪接 讲过那种心灵压力的 然后再讲虚假 虚假希望就一夜成命 但是去到后面的时候 自己回到自己的条线 就不是很多 譬如好像一方在那里 讲荒废学业 经济压力 心理压力的时候 其实那些内容已经是不同了 就是不是恶意剪接造成的 主要反而是一种 就是譬如那些什么 酒店区探之类 那些其实都很接近 但反而去到二副的时候 讲少数人有改进 大多数人都被放弃 创意的话可以有其他渠道去培养 YouTube甚至可以取代选手 那就已经是 又再远一点 就是我不是说你离题 但我意思是说你可以 贴提一些 什么叫贴提一些呢 就是说譬如我们讲 和经纪公司的关系 和主持人的关系 和那些 那些评判 就是那些评判艺人的来往 因为很多选手节目 都有一些很专业的评判 那些通常都是承评巨星 就是可能周杰伦那些 那就是说 以政方来说 如果你想讲身心压力 我估计是很容易找的 因为你只需要 打一个节目名 好像青春有你 架架 或者是打一个 隨便名架架 跟着就是说偏颇 或者是这个黑幕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那就是说 所以当你政方 是不用例子去推论 而是尝试用逻辑去推论的时候 那就变成说服力 就有待斟酌 所以我的主要建议就是这样 因为我更加希望听到那些 化妆上面的争执 租用音乐室其实很贵 跟着网络平台有几惡意的发言 其实我很想有很多这些 更加很直接联系到 你的观点的例子 那我更加希望你可以有理论框架 就是譬如好像 譬如青少年心理学 是很容易找到理论框架的 因为我以前记得 就算我们做这一行都好 就是见过青少年找职业 其实都有四个阶段的摩索期 对于他来说 真的可以做到自己阶段 做一个职业选择的时候 通常需要二十五岁 或者我们不说职业摩索期 就是譬如你想清楚 你找一个十几岁的年轻 要他做一个二十五岁才有资格做的决定 他有没有可能呢 另外我们或者可以倒转来说 就是以逻辑 就是大佬发展的过程 如果他要涉及价值判断 那些判断是不包括了那些 不择手段 以与我诈 就是这些通常是一些非黑白分明 而且接受多元相对概念的价值判断 那往往都是二十岁之后 那就是说你要一个年轻 那么小就明白什么叫做 世事的波缺为鬼 和多元角度呢 又很复杂 所以我就是说 你例子上面可以用直接例 框架上面可以用教育学例 或者心育学例 那你就会符合你应该有的角色 但我很欣赏你们就是很擅长攻击 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 你们一定会向前冲的 那我觉得是很值得责任 好了,接着去到反方来说 那我就觉得反方例子相当之多 而且他的角度很齐备 就是说呢 他是有 他是有这个 认识自己 培养个人特质 和这个认识社会公义 尤其认识社会公义 我都觉得很印象 好像刚才评判所说 包括了面对残疾 面对膚色 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挺有趣 但是呢 当你例多和角度多的时候 我都可以给一点点建议反方同学 反方同学就是说 你可能用一种很实际的 那个创意工业去想 譬如现在最主流的创意工业 就是韩国的工业 虽然他市跌率不是很高 他大概在全球排第六 但是他告诉你 就是说 无论是美国 或者是加拿大、英国 再加上韩国 这些主流的那个 创意工业重阵 其实他们都很强调 就是文化科技工业的 就是说靠电视台 是基本上执眼的 那就是说呢 它是需要靠YouTube IG 所有的社会平台 那就是说呢 今天有方同学所说的 YouTube可以取代一切 你只需要说 并行不勃就够了 就是他可以去参加选秀 同一时间选秀的过程之中 他也都可以 继续用YouTube 去说自己的心得 YouTube说自己的意思 就是其实你一句 并行不勃 或者是你跟他说 他甚至跟你说 喂马云很棒 那你就会告诉他 有人喜欢做马云 你就做马云 有人喜欢选秀 你就去选秀 那就是多一条渠道 那就是说百花齐放 就已经踏了行业的了 跟着再说并行不勃 就踏了YouTube的了 就是说很多时候 对你来说 你都还停留在黑白分明 是不存在配合这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 反方如果有了配合概念 那就更加好了 多谢各位同学 那很正常一下 不阻止大家 拜拜 好 那跟着就看看 刚才陈小姐 陈愿行 你会不会有一些补充 因为刚才我突然捐钱的 好好好 或者因为我现在用了电话 所以可能我未必那么方便 那个镜头 对不对 对 刚才评判都有补充到 就是社会认知的位置 刚才也说到就是 如果社会认知这个位置 可以再说多一点点关于就是 你说到变成人 带来的那些正能量 怎样是令到清晨多些认知的时候 那可能这方面的例子 可能后面一意乎 如果没有脱落那么多的话 那就会更加好 跟着去到后期的时候 但是我都欣赏就是 反方其实都真的很多例子 例如你有说到 那些人 那些譬如波仔那些 如何吸收了意见之后 然后进步或者怎么样 但我觉得反方今天 其实由主辩开始 已经不停就是说 其实你正方说的 都是以偏概全 都是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的问题 都是可以改善的 就是我很明白 你很想去做一个利弊的比较 但是我想的就是 其实这些比赛下 未必有一个很完整的数据 就是有多少清晨 有多少% 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就是因为选受节目 然后就直接有心理病 因为有很多因素影响 但是其实你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论证 那我就会想 其实是否真的有必要 每一个位置都要在技巧上面 都要说 你讲的是鼓励我 我讲的声音 因为其实你回应的方式 都是用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的回应 那我觉得这个方言 其实如果不讲这些位置 可能省回港幅这些位置 讲多一点点的就是 人家去攻击你 就是去讲那些 就是讲什么自杀率 痰花一燕那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讲多一点点 就是其实不是痰花一燕呢 就是比如说选受节目 就是我理解一下 就是比如说有那些 制作101 或者等等不同的节目 你说是给多机会 你发掘自己 其实那个自己可能是 就是未必只是个选手本身 就是可能个选手参加完之后 就算他真的落选了都好 没有再继续在那个 就是参加下一回合都好 但是其实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他们可以和一些世界顶尖的 一些团体的老师合作呢 就是例如可能 就是可能青春有你这样 可能有蜜蜜的Lisa 这样这些 就是这些可能就是你如果 平时是一些素人出道的 或者是他只是YouTube的 他没有可能是突然间 可以引起到他的关注 或者是跟他有交流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角度 可以说多一点 就是去回应可能他说 谈花一现那些位置 那就好过我只是说 就是 只是说 其实你都是只是 鼓励咯 然后你是不是只是反明星 反娱乐化呢 就是我觉得可以多说一些 实际上 对青年人的那个 就是得着是些什么 那就会好像 感觉上就 再原备一些 是的 小小的补充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最后了 请郭惠恒先生 麻烦 谢谢主席 我讲我的评语 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精彩的 是好看的 所以可能讲评语都长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直接讲我的结果 或者我的取向 其实这一场呢 我的票 我的取向和结果 没有关系 可以再解释多一点 很少 我今场呢 我在比赛上的票 应该是倾向比赛方的 那我会解释原因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 发展是怎样 那先由主便 开始讲起 那刚才那些评判呢 主要从一些内容上 或者是 就是 那个丰富演 即丰富你的论证的角度去看 我都是很精彩的 一些留言 那我试试从多一点 辩论场上的工房去看 而这件事也是我比赛 其他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看工房上 首先一开始看主便 主便呢 他 两边的主便 其实我都觉得都精彩的 我倾向一开始 其实我觉得 正方主便是 出色少少的 我的看法里面 因为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正方主便 一开始的界定很清楚 那些例子是清晰的 而且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们每个论点的论证是充实的 就是你每一个步骤 就是论述是完整的 就是不会跳了一步 或者是脱了一些步骤之类 就是整个论点 完整的铺垫 给我看的 所以我觉得在论证的功夫上 正方是稍微有成的 但反方呢 都有他出色的地方 在主便上 正如刚才那些评判所说 我很同意你第三个论点 是精彩和有意思的 但略嫌多一点点位置 就是一开始那一段 就是那个回应 反方主便有一段时间 想尝试去回应 或者做一个反驳 一些反驳功夫 但那个位置 我觉得可能 不知道是因为经验 可能时间不够 组织就未必太好 或者未太聚焦到 对方的一些论点 所以那个位置 就变成了有些论点 就是你展现到 你有尝试反驳 但你反驳又不是太到位 就是那个位置 又不是特别多 所以比较之下 我觉得正方开出来的框架 或者开出来的论述 我觉得是圆秘多一点点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正方我觉得主持性是充足的 我后面就会期待两边 就着你们的优势再说多一点 或者就着你的标准去说多一点 因为其实看回你们两边的标准 你们两边的标准 都不是很大的分歧 或者很大的出入 正方就说心灵健康 反方就说青少年不同方面 就是改造自己 社会认知等等 其实都是说青少年 都是用青少年做一个笼统的标准 所以标准上就没有太大交锋 在后面也看得出的 所以这个标准的位置 大家好像放在一边 不过不要紧 就回论点去讨论 但去到台下 台上的答案 就开始有少少转列了 就已经是去到一个位置 就是正方有个问题 就问了John 姓John 姓John 我都插不下名字 那个例子 我觉得有少少 是John明维的例子 我觉得有少少 好像被反方反扑回头 因为当反方 他说了这个例子之下的一些详细之后 我觉得正方在之后 想尝试跟进 或者尝试补回 捕捉缺失的位置 就相对没有 就是你会听得出 正方好像尝试 就开始避谈了 这些事情 所以那个位置 credit就相对 就下了在正方 多一点 就是在个别例子上 去到一副 去一副 去一副的情况 就 我觉得去一副 坦白点说 去到一副打后的位置 我觉得精彩程度 或者内容的推荐 就未必去到主变那么好的 首先说正方的一副 正方的一副 一开始最主要的回应 你可以看回片或者稿 你主要是回应对方第三个论点 你会说了解社会的回应手段 你们是用以偏概全去回应对方 那是OK的 没问题的 但可能回应就未太全面了 因为对方有三个论点 你可能最多尝试回应了一个 会感觉可能薄弱了一点 但其实你们不是没有回应的 因为在你们后面接牌的定稿 就是你开始由发明声梦 开始转接的那些内容 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 你可以加一些headline 去尝试做到反驳稿 但相反地就好像变成论述稿 这样就尝试用例子 主要是用例子 因为你讲学业 讲钱 讲心理压力 都是各自层面 有一个例子去做推演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你内容不是没有 也有尝试用例子推演 但就是没有了一些框架 或者没有了一些反驳的说法 就令到这里变成论述稿 而在于你的论述稿里面 我觉得就开始跟回主辩的框架 例如你说 学业 心理压力 都是主线里面有的东西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论点 你有提出过的 就是关于学业上 你会说 因为出道机会渺茫 所以有些人荒废了学业 主辩其实有说的 那你一副就尝试问对面 那这个比较是否值得 我觉得这个位置 其实可以在一副里 试试自己推心一点 因为其实你自己有答案 你觉得不值得的 你觉得学业比起 放些时间去追星 或者追明星梦 是更加有意义的 但这个比较和原因 反而就未听得清楚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 学业是有价值过追梦 或者有价值过反方说的追星 这个你是尝试问对面的 但你其实自己都有答案 你觉得学业是重要一点 或者可能一般发展重要一点 反而原因就论述得不够 你只是给了问题去攻击对面 为什么这个比较不值得 或者这个立场上你觉得不值得 我觉得这个演绎上 或者在解释的原因上 我觉得可以解释多一点 为什么你觉得 跟回可能一般的路线 或者学业上的发展 会有助 或者更有利青少年 多于去追明星梦 所以我觉得一副呢 这个推展呢 我觉得还有多少空间 可以发挥多一点 因为毕竟都是你的大立场 那么去到反方一副呢 反方一副呢 我觉得一开始 你回应的时候呢 就有少少捉不到位 因为一开始说禁播啊 规管那些呢 正如刚才评估所说 我觉得未必是这场比赛的重点 所以一开始 直接用这件事 作为一开始打的那个点呢 我觉得可能有少少 失了少少招 就是大家的重点位 在礼拜比较上 你一开始就直接用了规管去说呢 就好像 未必是直接用了黄金时间 就是开始了三个月去说 一些礼拜影响 和礼拜比较的东西 那么那个位 我觉得可能有少少失却了 同一时间 你第一个做的反驳 是说出镜时间少 但是那一下呢 就看回一些正方的论述里面 出镜时间少 就不是他们去推论 他们两个论点 包括假希望 和私生活被揭示的 这两个论点的推论来的 所以如果你针对了 出镜时间少 这件事再做反驳的话 我觉得同样了 就有少少失招 或者未对得准对方推论的细致 所以这个位置就觉得 一开始一副的反驳 就好像有少少 不是太到位 但是去到后面 你的回应 或者你的内容 其实我都觉得是充实 和有多少新的面向 包括你说 学业的位置 在正方一副再问了你的时候 法方一副是有尝试回应的 也都引入了一些新的讨论 例如家长同意 这些也是引入了一些讨论的空间 或者是多一些讨论的角度 我觉得这些回应是有意思 和这些讨论是好的 也都针对着 你对面说追明星梦 可能假希望的论点 也有尝试回应的 你们的回应手段就是说 青少年可能都有批判的能力 所以不是只看到他们的成功 也会看到他们怎样成功 或者成功的过程是怎样 一方面 你都给了你的立场 其实你们暗马底 对于青少年的判断 和对方是有少少不同的 对面是觉得他们会盲目 跟随这些所谓假希望 就是正方的论点 反方的看法就是 青少年其实都有一定的批判能力 所以这里就可以明显 开始看到一些立场上的分歧 去到一副位置 正反一副位置 你会见到在学业上 或者在青少年应有的发展路上 正反双方有分歧 对于青少年的判断能力 正反双方都有分歧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义父 如果是上品的义父 我会期待在这些分歧点上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觉得学业是好一点 或者为什么你觉得青少年有判断能力 而这些判断能力 是足以他们 超越选受节目 带来的负面价值观 但是又奈何去到义父 就可以再偏离多一些 去一些不是太重点的讨论 例如正方义父 刚才评论都有提过 你一开始 甚至用了不少时间 去讲如何去改善 或者规管选受节目 这个位置 我觉得有机会给了反方上 甚至他在台下 都问得准的 因为如果你们自己说了反建议的话 在反建议的规管之下 的选受节目 都是选受节目 如果有这些规管之下的选受节目 是可以超越到弊处 是否已经代表了他的利畜 所以这些位置上 我觉得是一方面 讲反建议或者规管 未必是变题的重点 同一时间如果在正方口中说 更加有机会成为了 你们被人攻击的一个缺口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要小心点拿捏 同一时间 正方义父的回应 都是跟一副类似的 就是你都是用少数例子 以偏概全的角度去回应对方 包括你看回自己的稿件 当你回应对面说 那些青少年会因为参与 选受节目 改进自己 你是用少数例子去回应 包括说 都是第三个论点 正化方的 你讲了解社会不同的层面 正方义父的回应 那些都是少数人 所以其实你看到 回应的层次 都相对是集中于 疑偏概全 或者少数例子的回应手段去做 当然义父都有多少少 就是你去说 他们有这些改善 或者有这些创意的利处 那是不是又要用一些人道 或者用这么大的压力去换取呢 那同样 你都要做个比较 你这里是提出了你们的回应 就是当面对有一些改进自己 或者提升创意的角度的时候 你们的回应手段就是 其实同一时间都有违处 同一时间都有你们的精神压力 那就会变成重复回前面的论调 在这个位置 我更加期望的是做个礼拜比较 真的做个比较 为什么他所说的那些改造自己的一些渠道 比起你的精神压力更加之大 那这个比较 就是比较 我觉得就不是太出了 所以就纯粹是可能留于有个利处 那我就要说回你少数例子 或者说回我们有的弊处 那所以呢 我会觉得去到义父的回应 不是没有回应过 也都同意刚才平凤所说的 你真的有尝试去回应 但回应面就相对单薄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再想多一点 同样了 反方异父 都是有少少不足的 一开始你讲了公审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真的有尝试回应对面第一个论点的 但去到你第二个怕位 第三个怕位 我也觉得是脱了少少 例如不良追星 或者是黑幕 其实这些位置都是对面没有很明显说的 或者不是对面真的想大放的毙处来的 但偏偏你就用了你三个怕里面的两个 去回应对面都不是太重心去说的 所以又是有些失招的地方 但是同一时间你前面的回应都是有的 就是你说的公审那些 你都尝试给了反方的立场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 我也觉得是两边一开始开是开得好的 但去到负面要做比较 要做延伸 我觉得就未必去到太准确 太精准了 那慢慢再发展下来 有一个位置 我觉得是去到后面再会分多一点 就是结辨 正方结辨有一样东西可以注意多一点 都是时间问题 跟上一场一样 就是你都尝试了 就是都未去到一定 那这个都是一般内容 或者是辩论场都相对不太理想的位置 就是充实多少内容 做多少反夥 我觉得可能会在内容中充实多少 而反方结辨呢 我听到的两样东西 是我觉得 是捕捉了前场的一些讨论 包括 第一 你有说过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些失败 就是在那些选择节目 你是说厨师节目 那美国那个 失败了 然后再卷套重来 成为一些港司 或者真的有成功的例子 那这个位置 就真的对应到前面 没有做的比较 就是到底青少年人 面对这些失败的时候 到底是压力问题 改不改善到自己 那你真的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比较上 你告诉我听 那些青少年的确是 好像这么说 是有批判能力的 是有改善自己的能力的 所以你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好的 但偏偏就去到很后 你才解释一些前面 未比较的东西 所以credit也给了你的 但奈何就去到后场 所以比较 优势就未必 带得早 或者带得多 那同一时间 你也会尝试射 包括有很多 恶意中伤的问题 都是关于社交平台的 那这些shift 或者你这些 叫射波 或者推射责任 不关选手 节目史的反驳 都是前场没有的 或者前场少的 但在你的位置 尝试用这些手段 或者这些角度去回应 那 都是那句 都是一些新的内容 或者都是一些好的 值得尝试的反驳 但都是去到后场 所以我觉得 纯粹作为工房的比较 正方对于自己开出的主线 我觉得未是很坚实地 可以做到比较 或者去延伸 反方都未必 在中场做得到这些事情 但结辨 或者去到后些 有多些攻势 例如台下那条 捉到对面 或者再问一些反建议 或者多了些例子 给到一些内容 我帮你去比较 所以在优势上 我会给多了一点反方 但奈何到最后 就是前面有一个超时的扣分 那个位置 坦白说影响都挺大的 所以最后 比赛的走势 或者分数上加加减减 最后会怎样呢 就交给主席宣布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整场 看过的功课 那把错过的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 好 谢谢 多谢三位评判 我相信 主要变缘有心机听 其实每位评判都教了你 有结构性 到你那个位置 究竟你应该做什么 是吧 其实是很清楚讲解的 包括陛下有些观众同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心听 好 但是总之一场比赛始终 都是我们不讲成败 但是都是在联面比赛 我们会讲成败的 是吧 都希望这么辛苦准备 完两遍都想赢的 那今天的比分是非常接近 大家知道 刚才有一位评判 甚至是和了票 要他给胜负出来的 所以最后 今天的赛果是1比2 是反方胜出的 好 接着就是最佳辩论员 我相信大家都有学习的 因为很少这个情况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正方主辩 都恭喜了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联赛 我们不是选受节目 不是淘汰了 我们还有两场 大家都继续努力 好吗 那下一回合再见 多谢今天三位评判 谢谢 都多谢对财商的努力 好吗 拜拜